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今天呢我们要来再看一场观众投稿的对战那今天的话呢是由我们的暗精灵出战诺斯卡的比赛最近诺斯卡出场机率也是真的蛮高的所以我来看一下这次暗精灵会用什么样的冰表去跟诺斯卡对抗好不好 好紧要游戏中那当然如果你有需要冰冰牌冰表的部分刚刚就可以先暂停看一下然后如果你是老手的话那如果你是新手你也可以跟着一起看一下这个两边的双方对阵阵容我们先从暗精灵这边看开始看起暗精灵这话呢前排是暗黑连射弩好那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虽然不能移动射击虽然不能移动射击但是他暂定位射击的时候呢这个弓箭是属于一个破甲伤害22点的远程破甲伤害所以其实是很痛好那这个单位的话 对付对方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单位他其实是可以制造出很大杀伤的这个远程骑兵是有他的威慑性只是插在他不能移动射击所以他如果被追的话是比较麻烦就等于是没有输出 那主要前排阵线的话用的是苍凉剑士那就是暗精灵最低阶的前排啊说是最低阶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前排持剑步兵可以看到数值都是非常均衡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到第二排这边的话带来是两队的黑色方舟海盗这个是对战中非常受用的一个宠儿啊因为他的cost跟他所有的性价比都非常好 包含他有不错的护甲不错的士气不错的近战两攻防不错的武器威力而且他还反步兵对战上是非常好用的中间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有带上这个术式的暗影系法术 就是他有带两个一个是朦胧钟摆跟虚弱术那上次那一集就是有一边没有带那个法师嘛对我再要跟各位讲就是你打对战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一个法师去用法术不然你等于是魔法之风浪费在那个地方你就等于说你开始对战之前你就已经是让对手一个魔法之风了所以不太好记得都要带一下法术 最后一排可以看到是恐惧长矛兵配上这个哈尔加纳西什么哈尔加纳西行刑者对没错就是大剑暗金大剑这个破甲又反步兵高护甲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近战步兵然后这边也是恐惧长矛兵这里的话呢我们还看到了能西恐惧骑士是一个呃也是算高价值的单位破甲能力也是很高然后这cost也是非常的多还是消耗非常多cost这边也是同时准备了一样的单位少主 少主的话是来看一下反大破甲然后360点的伤害7层这个冷戏少主就是专门拿来拿来反大的 之前有一次暗金DLC新出的领主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剩下应该就只剩领主的部分呢应该是马路斯对黑刃马路斯之前有看过他变身的影片吗我猜今天这场应该也是可以看到毕竟那就是他的招牌我们等下来看一下 好前线已经打起来了这边看起来已经被攻击了不确定刚刚没有带到画面好不确定是被寒霜巨龙喷冰还是怎么样应该是应该是寒霜巨龙直接对他喷龙洗 这个看到有寒霜巨龙那寒霜巨龙的话是有带一个缓速跟魔法伤害的效果那也是一个龙型的单位 好那也不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单位他主要可以去带一个缓速效果那这边的话也是带了两队的略流的精英起手 直毛版本的一个马弓 领主的部分用的是吴尔菲克流浪者而且骑成的是一个某马战相 骑成某马战相的话对抗这个步兵就非常的受用啊 反步兵破甲然后身上有勇士猎人不战即死海尖牙跟索敌者 那来看一下诺斯卡前排一般都很简单前排就是掠夺者重型武器狂战士重型武器第二排的话就一样 好最后一排是直直长矛的然后还带一对波皮狼反大好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我们就直接来看这样比赛 好那一开始就是双方前面的马弓的交火吗那由这个 连射弩这边吃了一记这个龙袭之后其实他还以颜色你看这个连射弩其实很痛哦 有没有看到他打出的伤害是高这个精英起手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暗黑起手是没有人在追逐他的情况下你让他占定位占装射击的话 他制造出来的伤害是非常可观的所以记得还是要去阻止他一下他默默在后面射击你的单位的时候是真的很痛 好这也是暗精灵一个蛮强的一个弩兵的单位因为他本来他的暗黑弩手就也是破甲剑吗拿弩的都是破甲拿弓的通常没有 那木精灵除外木精灵就是规格外的东西对对战打木精也是确实很难搭 好这马路斯抓到了一个侧边冲锋的机会然后寒霜巨龙刚也是喷了一口龙洗马路斯进来设法阻止这边的略罗子冲锋但是莫斯卡的波皮狼也是随之冲的进来来 抓这个马路斯寒霜巨龙下来 来这边做一波攻击协助攻击对方马路斯的领主有可能他会做变身哦 这边蒙龙钟摆非常的成功这蒙龙钟摆放的非常成功交战之后放蒙龙钟摆是真的很难躲 所以这边是切到了一个部队直接切到撤退 对而且后面的略罗子的重型武器也是被切了一个重伤 对诺斯卡来讲不是好消息 不过诺斯卡这边也是还以颜色 你给我蒙龙钟摆我也送你一艘船 这边也是开了一艘船过去前方的恐惧长毛兵也是受到重伤 士气也是动摇了起来 马路斯这里血量刚刚这样一波被打好像也没有扣点非常多 所以还是可以去作战 但是诺斯卡这里的波皮狼已经是陷入的撤退了 这个杀伤力还是太大了 寒霜巨龙退出了刚刚领主的战场之后 在这边阻止超良劍士 在那边单抓 诺斯卡这里的一对绿罗的狂战士已经撤退了 这边又送了一个蒙龙钟摆 虽然没有砍到非常重伤但是也是血减了不少的兵力 两次的蒙龙钟摆都给诺斯卡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这里的话寒霜巨龙有一个很不错的攻击环境 这里的龙袭这样喷了过来之后 因为暗精灵的部队非常集中 所以这边喷死的这个单位 还不错 好寒霜巨龙下来 但是自己的乌尔菲克这里好像已经不太行了 乌尔菲克这边好像要率先的被抓掉了 有点 有点可惜啊 乌尔菲克感觉没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就死掉了 已经直接阵亡了 那诺斯卡在这个时候损失他自己的领主的话 士气感觉有点堪忧 剩下寒霜巨龙在这边奋战 可是一只寒霜巨龙要打这么多的精卫单位 感觉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看起来上面的战力屏幕还是五五对开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诺斯卡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再做一波逆转的 逆转的契机 但是苍凉剑是 苍凉剑是这个还有盾牌啊 你看他的盾也是银盾 把他扛在前面 标枪猎人竟然还在射他 就已经是有点操作失误了 这个时候不要再射这种有盾牌的单位了 去射后方的这些黑色方舟海盗可能也会更好一点 有马路斯好像这场也没有变身到完全不需要变身 就直接一般的部队就冲破他 不过这里寒霜巨龙还是下来的坚韧作战一波 士气还没有被打崩 而且寒霜巨龙也还是一个龙嘛 配上后方的猎人 猎罗子猎人的标枪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 结果果然还是不太行 马路斯配合这些步兵过来杀的话 寒霜巨龙还是撤退的非常快 这里也是直接 向后撤退了 那 诺斯卡这边的话只剩下这里的波皮狼 还有这两队 那 暗精灵整体看起来军队是比较健康啦 可是其实比较健康的也就剩恐惧长毛兵了 我们也不排除这个 寒霜巨龙回来如果可以针对这些血量少的单位去做一个 士气打击的话他们也是会撤退的很快 好吧 OK 这边还是有成功的维持住士气 没有直接退出场外 但是中间的情况 诺斯卡的主要军队 其实也是也是伤得非常重 这里要打还有少主 还有马路斯 而且马路斯也还没开变身的样子 他变身也还没开 所以等一下其实还有变身可以开 然后变身下去之后又是更难打的目标 所以看起来 诺斯卡应该是很难有什么逆转的气机才对 但是这个寒霜巨龙下来是直接带了一个恐惧的效果 那暗精灵队的部队也是直接就撤退 但马路斯这时候也是冲了进来的 我相信马路斯要打这个寒霜巨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好要变身了吗 好没有他那个只是技能的特效而已 好没问题 马路斯把寒霜巨龙给收掉 那 诺斯卡损失了一个最大最高价值的单位的话 这个士气应该就是 没办法维持了才对 因为剩下的部队都是 步兵嘛 那这边又 血量又这么的残 然后 暗精这边又还有连射弩的一些些的弹药 这边还可以对掠夺者造出不错的伤害 而且马路斯还有这个少主也都还在 素氏啊素氏也还在 少主也还在 所以都还可以直接利用事物官的这个攻击作战能力 直接去打这个部队 所以我看 诺斯卡还是没什么希望 那就由暗精拿下这场比赛 好 那就感谢投稿 好那这场比赛的话是由我们的暗精灵获得的胜利 那其实我觉得诺斯卡这里还是 前排摧毁的太快了 吃了两次的那个蒙蓉钟摆还是太上了 而且自己的领主 在面对这个组合的时候感觉 也很难活着 乌尔菲赫刚刚船其实也开得不错 那个海间牙 一波少过去也是少了好多伤害 很多击杀蛮多的 可是目标物太大了 好像不好闪开 就是领主送的太快 导致自己的士气 其实士气跟作战能力都打不上来 那虽然说寒霜巨王在这场表现其实还不错 可是因为前排崩得太快的关系 暗精灵这里的部队直接串进来做一个包夹 而且马路斯甚至连变身都还没开出来 就已经赢得这场比赛了 所以非常可惜啊 好 这场比赛就跟各位带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那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的观众投票系列了 喜欢这个频道跟影片的朋友 记得不要忘记的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期待下次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